在海南有这样一群常年为小区居民排忧解难的当家人 多年来他们帮助成立小区业委会热心公益事业 有效解决小区内的极难筹判问题 成为众多小区居民称道的贴心人 新春走基层特别策划 爱在哪 家就在哪 今天走进海南省业主委员会协会 没有业务会太乱了 是的 就是我们想要的服务一直没法提供的上来 为了筹备成立小区业主委员会 海口市海长流二期小区的十多名业主 每月都开碰头讨论会 却一直没成立成功 1月26号这天 西旧镇政府再次为小区 请来了海南省业主委员会协会的工作人员 业委会成立真的这么难吗 真的非常难 因为一个是成立难 再一个运转难 成立要三分之二的业主参与 里面一半的业主同意 他对内要协调好业主和业委会委员之间的关系 对外要监督好物业公司 协调好和街道办之间的关系 只要有一方做得不好 就经常会造成非常被动的直面 在肖江涛他们的协调帮助下 海长流小区决定先成立业委会筹备组 实现水电费用拒时供摊 非常感谢他们在我们小区协助了非常多 之前我们的供摊非常的高 现在呢降了百分之二十多 这边我们有这个业委会协会的加入 我们处理这个物业矛盾的纠纷轻松多了 他们不但京东法律法规 他们还比较善于实际的操作 临近春节为了表达谢意 小区居民执意塞给肖江涛和志愿者们自家包的饺子 海口现有的三千一百三十一个小区中 已成立业委会的小区仅四百二十个 占比不足百分之十四 小区矛盾突出成为海口振接基层工作的重点难点之一 三年前海口是司法局专职调解员肖江涛和一群志愿者牵头 成立了全国首家省级业主委员会协会 并设立了专家委员会律师工作室培训指导部门 帮助了两百多个小区成立业委会 服务了两千六百多个小区 上万名热心公益的志愿者参与其中 也包括他的女儿肖蒙 我经常跟着我爸去各个小区调解那些邻里纠纷 然后现在我也加入了这个志愿服务行业 就也就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吧 今年春节前 女儿主动告诉肖江涛 今年不回湖南老家过年 留在海口过春节 帮助更多的人 这都是你们写的书吗 对啊 我们已经写了十多本了 还有很多调研报告 累计已经六十多万字了 我们开创性地提出了 信酬制物业管理模式 我们做这一切的初心 都是让小区与业主和知名 领成一股神 让社区变得更有温度 有人情味 正在采访的时候 海口书香门地小区 和穷院广场小区的业主们 特地来到了位于海口复兴城的协会 给志愿者们送来了景旗和春节对联 我们在协会的帮助下 成立了业委会 意识堂 也建立了物业全国华庭 现在小区变得越来越好了 永保公益初心 把社会责任扛在肩上 今年 肖江涛和九十多名 业主委员会协会志愿者们 就地过年 用一颗大爱之心 奔波在海南的各个小区 爱在哪里 家就在哪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河西社区 贡献着一份温暖的力量 祝海南所有小区 越来越好 春节快乐 祝海南所有小区